你要是想当俺女婿,你一切都要挺俺的。 爹。 你先别打掌。 俺跟你说,俺闺女就是俺的名根子。 你要是对不起她,那就是对不起俺呢。 话又说回来了。 你要是对她好呢,她就给你罐儿做,把兵交给你的。 带兵我是外行。 这里现在倒有两个人想带兵。 你说的是崔明九跟崔进龙啊。 这你就不明白了。 人人都喂狗啊。 可就母人养狼啊。 你奶奶爹。 你都在监贵眼神喊报告。 什么事? 包大帅,其街上还有几个人没走。 赶他们走。 有母子俩,老娘病得很厉害。 他儿子说什么也不肯动他。 这么点小事你都办不了。 你迟迟的。 是,大帅。 还有四个卖艺的。 偷偷赶走。 是崔明九特别留下来。 说是给大帅消遣的。 里边有个妞很漂亮。 好嘞。 你嘛自己估计。 啊,知道了。 我有个亲戚住吉祥。 晚上想跟您请两小时交。 晚上才说嘛。 是。 韩元,我告诉你 慢着 是 你跟崔明九不要勾得太近 你是俺的人 你要是弄不清楚 到时候你连坑一声都来不及 俺要跟崔明九图一堵 俺要赢他一样东西 脑袋 他可没这么说 我们现在跟着他的人 每个人的命都输给他 我们现在这条命就算是他给的 怎么个输法 柱是越下越大 你要是赢了他一块钱 他就下两块 你要是赢了他两块钱 他就下四块 你总有一把会输给他的 把命输给他 不然就算是他的人了 他先把你当做他的人 才会叫你把命输给他 这是九太爷这么交代的 晚饭到那边吃 你们马上把东西收拾收拾 我在那边等你们 好 走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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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把这些人还可以让他来 我先走了 老爹 你怎么不说话 严厉跟你上戏的时候 四阳看机会下手 先杀崔明九 再杀朱大帅 国管灭灯 严厉把渣药噎在腰里 否则断后 那我做什么 四阳的刀一飞 你从桌子下面过去 看崔明九死了没有 你从桌子就补他一刀 完事就逃 不要走大门 夹在他家女剑当中 翻后墙走 三天以后 在你爹坟上剑 四哥使飞刀用不上我 我可以帮厉哥扔炸药 用不着你 我会帮他 那我给你一刀走